今天我们是花一点点时间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梁某人的读书笔记 最近一段时间 梁某人都在读这一本 《群书制药》 这是由唐太宗李世民 委托魏征所编撰的一个 把上古时期诸子百家的金药 集成在一起的一本书 这本书在中国四传了一千多年 早些年的时候 才由日本皇室重新传回中国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 这个修生片的第一句 就是讲仁义二字 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曾经举了一个比喻 比如说一只手机 它的人是什么 就是它的芯片卡 那就是它的人 所以只有你有了 这个芯片卡之后 你才可以在里面去写东西 你也可以上网连接宇宙 千百年前 奇书《群书制药》的诞生 为唐太宗李世民 开启了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之门 千百年后 群书制药依然在闪烁着 它耀眼的光芒 仁义二字代表了 群书制药的精华所在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 群书制药会给我们带来 哪些智慧启迪呢 而这些智慧 又会与巴菲特走过的成功之路 有怎样的相似之处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群书制药的另外一句话 叫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都说 我又不想做国家领导人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其实这句话 如果你读懂了这句话 你就读懂了巴菲特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 但凡事物成长得快 所以衰亡的也快 缓慢适时的成就 才会有很好的结果 早晨开花的植物 到了傍晚它就会凋零 茂盛的松柏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 它也不会枯萎 所以道德高尚的君子 不求很快得到成效 记住这句话的本质在于 君子勿述成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一个事来得太快 其实你内心里面 不仅仅是要提防 而且你要有一种抗拒 实话真假 如果一个人一上来 几句话就跟你谈大声音 然后给出更多承诺 好些事情马上就能做成 这其实也是不吉祥的征兆 因为这说明 起码它不真诚 任何的事情背后都有它的逻辑和知识 这我们称之后叫道统 所以文艺女青年们 如果你碰见了一个很可爱的文艺男青年 再喜欢 也不能马上就范 否则的话 你会腰折了这段美好的爱情 好了 在投资界也是如此